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夹边沟 昔日中国西北一个沙漠边缘的劳改农场 距离大多数中国人是既陌生又遥远 但是夹边沟济世 这部充满血泪的故事 却扰乱了许多人的瓶颈 1957年10月到1960年年底 那里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 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 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 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 几乎吃进夹边沟荒漠上能吃的 和不能吃的所有的东西 最后数以千计的右派被活活饿死 夹边沟的故事 仅仅是60年前那场反右斗争中 受迫害人士苦难经历的一个缩影 绝大多数都是知识精英的 这55万所谓右派 哪一个人没有一段伤心事 哪一个人又没有一段血泪史呢 为了避免这些可怕的事情 在未来重演 他们的经历不应当被掩盖 被忘记 那么今天我们就请了解 那段历史的知情人 讲述一下中国右派人士的苦难经历 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是从洛杉矶纽纽约 对不起 从洛杉矶啊 通过skype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 这个宋永毅教授 宋教授您好 大家好 另一位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 他是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 金先生好 您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另外呢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好 我们就从加边沟老改营谈起吧 几年前呢 在网上读到这篇记事 那种震撼和毛骨悚然的感觉 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那么首先我请教洛杉矶的这个宋教授 您是研究反右历史的专家 读到这篇文章 您有何感想 宋教授 那个我想我的感觉和你是一样 那么我在这儿呢 要补充一些档案材料 因为我们编了这个反右运动的数据库 有关于加边沟的 就第一个您说到就是当时有近3000个右派 那个实际上的加边沟的构成呢 大概是这样 就在那送去劳动 就是说右派呢 大概占了一半 另外一派呢 是所谓的在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啊 被开除公职的反革命分子 或者说这个反社会主义分子 那个也就是说这个反右运动的时候 他有两条战线 一条战线呢 今天往往被忽略了 也就是说他在工厂 在农村 在其他一些单位 也开展了反右运动 只不过呢 他不叫反右 他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那么划出来的那些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右派分子呢 他也不戴右派分子的帽子 或者呢 是档案中间记载中右 或者呢 就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 或者反革命分子 好多人都被开除公职 送去劳动教养 那么这个人数大概是多少呢 就是全国范围内啊 今天我们大家一般记得 只有55万右派 但是79年的65号文件 实际上我们只看了他第一段 他第三段的时候就写到说 当时被华城反社会主义分子 开除公职的人啊 就有16万 那也就是说 这些人是工人 或者一般的这个工作人员等等 那到开除公职也就很严重 也就是说这个加编钩啊 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右派 还对一般的老百姓中间 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 也是在那里遭了难 所以这个反右运动啊 当然他主要打击的是 中国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在整个中国社会 也都是有所波及的 另外我补充一个人 就是讲到加编钩啊 讲到这个知识分子啊 这个知识分子中间最大的 在这个加编钩这个三千个右派分子中间呢 大概是兰州大学副校长陈实伟 那么这个人的故事啊 我们将来还会讲到 那你可以想到就是说 在这个甘肃 在加编钩以及其他无数这种劳改农场中间 竟然把美国归来的一个兰州大学的两级教授 兰州大学的副校长都开除公职 送到那里去去劳动教养 可见这个事情的严重 好的 那么我们来请教这个金钟先生 纽约的金钟先生啊 您看过这个加编钩记事这篇文章吗 您感觉这部记事啊 它的真实性如何 它所披露的事实 在当年反右运动中 有没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呢 加编钩这个事情啊 是2000年这个杨显慧的这个书 第一次暴露出来 那么你看到今天已经是17年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香港 因为这个事情 这本书啊相当的震撼 所以我们当时都有报道 都有重视这个事情 紧跟着到后来 又有那个这个十年之后 有个王斌也拍成了电影 对不对 现在到今年三月 爱小冰又把它拍成电影 说明这个事情啊 不仅是 加编钩这个案子啊 不仅是真实的存在的 而且是相当严重 相当典型 他反映了这个反右斗争的 极端的残酷性 这个反人道 蹂躏迫害知识分子啊 那已经是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是吧 我们知道 1957年 毛泽东发动这个阳谋运动 帮助党整风啊 实际上后来啊 就是啊 设了一个局嘛 来 来打击 他当时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一个是民主党派 然后就知识分子 而他整个的大的背景的一个国际背景啊 就是这个56年啊 所谓啊 这个修正主义路路头啊 国际上面啊 由苏共的二十大开始的反斯坦林的这样一个运动 一个修正斯坦林主义的 你批判斯坦林主义的这样一个运动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震撼 尤其在北京我们知道像北大的那批学生 这个右派完全都是极大的受很多小分秘密报告的影响 这个像陈锋孝他们 我们都请他到香港来开个会 谈过这些事情我们都做过访问 所以这个加边沟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 当然这是这个加边沟不仅是反右运动 而且它是反映了这个大饥荒 就是大妖精运动的一个后果 也跟反右的后果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惨案 三千个人 三千个右派好 刚才宋宇说的那个其他的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 坏分子反革命啊 反正就是这些所谓阶级敌人吧 送到那么一个荒凉的地方去 至少有一半人 就是三千人至少饿死了 这个被害死了的人了 超过一千五百人 而且到现在到后来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那个地方太荒凉了 那些尸骨啊都是遍地啊 遍地都是那些白骨啊 死人的都没有人去收拾完全被遗忘了 为什么一二再再二三的 被大陆的艺术家作家们去这个反映出来呢 说明这个事情就是说当局根本就没有重视 而整个在毛泽东死了之后 邓小平上台之后 在这个反右这个问题上 就是很大的一关 他没有跨过 他们当时主要是为文革频繁 否定文革 但是文革之前的这些历次运动的所谓冤假错案啊 那简直是堆积如山 他们后来在胡耀邦的这个主持下 是给那些案子啊 说了一些恢复名誉啊 的工作 但是就在反右这个问题上 因为邓小平当时是这个煮饭之一嘛 所以他就不给平反 只给这个改正 所以夹边沟这个案子就是非常典型非常突出的反映了中共在这个对反右运动的这样一个历史问题的处理啊 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 好的那么我们谈到呢刚才金钟先生也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夹边沟济世呢 仅仅是当年受迫害的所谓右派们苦难经历的一个缩影 那我请教宋先生您收集过大量的这个右派遭遇的这样一些资料 那给我们选几个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好吗 好我想就是说我还是回老的夹边沟的这个城市最高的右派 南州大学的副校长陈思伟 好的 那么陈思伟呢 他在夹边沟他为什么会分配到夹边沟去呢 因为他是中共中央直接处理的四个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的知识分子 这个在中共中央58年1月31号的文件中间 列举了95个知识分子 但是他是四个最严重的 包括张不均张乃气只不过是降界策则 但是仍然还有饭吃 他是没有饭吃了就送到夹边沟去 那么他到196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兰州大学来了一个比较开明的校长 叫江龙基原来是北大 那么当时的兰州大学的化学系 完全是靠这个我刚才说的 那陈思伟和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就叫左宗基 这个化学系细族了 靠他们两个两级教授称赞 最后一个是送去劳动教养 一个是打成一般的右派在系里面监督劳动 那当时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就是说都知道这个他们那些人都被饿死 结果这个江龙基就觉得这个教授将来对兰州大学的化工系还是大有用 结果就说服了省委 让他就是说从这个加鞭钩的出来 但是他那个时候饿得怎么样 饿得已经没有办法坐火车了 就没有办法坐火车 结果是什么办法呢 是他的太太叫了他的研究生叫胡芝德 后来也是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化学家之业的 拖了一个板车把它拖出来 也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是人已经是变形了 那么因为他被打成右派呢 还租联了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是这个兰州的整个甘肃的高考状元 但是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大学读书 拖了好些年 也还是那个江龙基校长 把他收到兰州大学的这个就是物理系来读书了 但文化大革命也逃不过这一关 他的女儿也被逗 结果他的女儿就失踪了 实际上我估计是自杀了 最后造成他的太太就变成了一个强力草 就到处就说我们家的冥冥在哪里 只要哪里有女孩失踪 哪怕这个女孩只有十岁 他也跑着去看 回来就说哎呀不是我们家的冥冥 结果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 这个很遗憾的就神思伟教授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73年逝世 那么文化大革命以后 虽然他的太太也都到了改正 后来他的太太就到美国去了 最后他太太是死在美国 你可见就说他们这一家 这个虽然最后还留了一个老太太 不是家破人亡啊 但是也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强力草 好的那么像这样的人间惨剧 在当时恐怕不止 刚才您提到这个兰州教授的兰州大学教授 一个人家 一个人 一户人家 那么金先生 您也接触到许多这个右派 这个苦难的这个经历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的这个建文吧 我接着这个刚刚生于这个话题 我再补充一个一个例子 这是蛮出名的 就是家边沟的使者中间 还有一个一个很出名的人 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 后来才知道 这个谁啊 就是傅桌一的亲弟弟 叫做傅桌公 公敬的公 他也是一个一个留学归来的嘛 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当时叫做 他也是送到那去去脑改 打成基幼 基幼分子 结果呢 在家边沟死掉 这个这个事情啊 我就记得呢 他这个傅桌一 因为是高级统战对象嘛 中共拿下这个北平啊 所谓和平起义嘛 他立了功嘛 所以他当时在中共内部的位置很高的嘛 但是他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当时送去 是吧 反正你看他 你傅桌一那样的 这个 部长级的干部 而且又是高级的统战对象 对自己亲弟弟都不能救他一条命 可以想见啊 是这个所谓阶级斗争啊 这是非常的残忍 我想指出一点 这是我们接触的最多的 就这个反右派的这个后遗症 哎呀 说起来真是很多很凄惨 悲剧啊 一些家庭故事 因为这个右二代啊 就是这些右派们的儿子辈 甚至于孙子辈 他们很多人不谅解 他们父辈啊 为什么被打成右派 相反的呢 就是抱怨 你看你当右派 搞得我们 这个不能上大学 不能参军 不能入党 怎么样 这个前途都没有 所以在很多家庭里面 引起这样的 这个家庭内部的分裂 而且有些家庭啊 我们知道的 这个是这例子太多了 一直到后来 也一直到好多年 你看现在反右都是六十年了 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后遗症 说明什么 我们这个责任在谁呢 当然我想是不能怨这些 这个子孙辈 他们 他们也无知嘛 另外 他们也不能够 正确的对待这些问题 这些历史一流问题 这问题责任在哪里 当然在共产党嘛 是的 那他们造成的后果嘛 他们根本没有公开的在中共的舆论上面 为这个反右运动 翻案 给反右运动一个一个真实的揭露 好的 否定 好金先生 那么刚才金先生和宋教授举出来的 仅仅是这个无数人间冤案当中的 仅仅是几个案例 那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在当时呢 确实是层出不穷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呢 交给我们的听众 观众和网友 他们给予参加我们的讨论 首先我们来接电话 北京的白先生 北京白先生 你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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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五六年进入大学的 五六年进完大学到五七年初 这个在大学里头先开了一个 先让党团员看了一个叫匈牙利事件的事情 党团员只能看 看完了以后 接着把党团员找到某一个地方 穿打了碰针的报告 碰针的报告 因为我不是团员 团员以后 就说大家说话要注意了 我已经听到过这样一句话 后来这个图形就透露了什么意思了 就是有五条标准 五条标准 只要是够上一条就是有害 然后就让他在大学里头写大字报 我们有一个同学 我可以说这个要搞地界的 这个上海人 他在学校有自行车的教室来往 在学校半天去找了可以吃上假菜 去完了就吃不上了 吃不上了以后 他其实是快 然后他就跟财政院说 我这个表示摩斯克事件 就是这么一句话 就把他打成优害 因为你是 诬蔑中苏友谊 五条标准我记不清楚了 一过一五 对苏联说句话 不过友谊的怕也是 对党 就是某一个党支部书记 你反他就是反应 优害 好的 谢谢北京的 我变述我太太的名字 我太太是在军门打成优害的 因为我参加了这个优害 收集大家大字报这样的事情 我后来感到很非常惭愧 我说我做了缺德事我就不干了 后来我知道这个反应过的事情非常肮脏 我跟我太太结婚了 后来我太太怀孕了以后 已经快要惨了 带着一大块木头板油结 油完成一回 破坟找惨 差点死了 好的 这次还残酷 谢谢北京的白先生 北京白先生刚才呢 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也给我们见证了那段历史 好下一位是辽宁的李先生 请您抓紧时间简明额药啊 李先生 李先生 您抓紧时间李先生 我其实我反应动力 我听他们老爷讲的 我很清楚 就是一个独裁政府 对这个民主民事 一共迫害 其实 其实反应动力 那么可以 很均的宣传 要宣传中国老百姓 普遍都知道 独裁会给老百姓造成很多的损失 我其实 我送的这个社会 当时我童年的时候 迟迟着穿穿的伤 导致我身体现在 就是从什么病都有 好的 身体想挡住我 好的 谢谢辽宁的李先生 辽宁李先生是位大连人 大连口音很重 但是我们了解您的观点 你也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见证那段历史 江苏的徐先生 徐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请讲 今天你们这个话题 我觉得很沉重 很沉重 就是说这个反右斗争 已经过去60周年了 但是这个是 这个极大的 绝对是要归罪于 这个一个是毛泽东 我觉得 因为这个是造成这么人祸 因为这个反右呢 我也想起来很多的右派 就是那个当年的张乃琪啊 张博军啊 林锡林啊 林昭 当然这个国务院一个总理啊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朱农记也是右派 你们刚才提到那个 嘉宾都即使这个 即使拍成了一个电影 这个我也看过 确实反映的很真实 那个场景 这个反右派斗争呢 是一个极大的人祸 是毛泽东造成的 这个如果我们现在要清算的 应该最归获手就是他 好的 谢谢 谢谢江苏的徐先生 谢谢江苏 对不起啊 时间 我们时间太紧了 您的观点我们了解了 您的评论也很好 我们选读几位网友的评论 天安门上太阳落 这位网友说呢 反右运动本质是反制的 实际就是反知识的 反右运动呢 是民国成长起来的 知识阶层边缘人 半调子知识分子和流氓乌产者 对民国知识精英中的 左派的全面整肃 由于前者的先天的知识不足 就必然导致全社会反制化发展 由此造成大跃进和之后的大饥荒 乃至文革 都是这种全民反制运动 疯狂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评论很深刻 那么林聪这位网友说 中国的右派是真右派吗 按照国际通用的政治光谱来看 很多当时所谓的右派呢 其实都是左派 什么东西到中国来都变味 我们的左右和国际上不接轨 实际这个问题呢 也是我们下面要谈的一个问题 星期一我们时时大家谈节目就谈到这个中共反右斗争起源的时候 我们两位嘉宾 纽约的何平先生和北京张立凡先生都谈到当年的右派 其实很多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这个左派 很多人受尽炼狱般的磨难 九死一生 但是却不改热爱共产党的初衷 那么我想请教宋先生 您怎么看这种时代的悲剧 这个我觉得刚才这个网友啊 他这个观点呢是在点子上 就是说我看了这个何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的 这个关于左右问题谈话 我觉得这个何平先生提这个问题呢 就像这个网友说的就是他没有注意到国际的标准 和这个中国的标准在这点上并不记轨 实际上是个时空错位 比如说你说这个中共和毛泽东当时 他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和决权的法西斯主义的约身 但是呢他自称为左派 他把左派这个位置给占了 那你说和他观点不同的人是什么派呢 那只能委屈了 只能做右派了 那么在这么大的一个群众运动中间呢 应当说这个主流啊还是要民主要改革的 但是你说如果说一定是要求推翻共产党 才能称之为比如说真正的右派 或者说你理解成为左派 那个恐怕绝大多数的人啊 还只是希望改革 确实没有要彻底推翻共产党的意愿 但并不等于说一小部分人没有 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很多主党 比如像清华大学的习章本教授 前学生的好朋友同学啊 他就提出要成立中国劳动党 比如像昆明的这个云南的昆明师范学院的一帮 年轻学生啊就成立了中国大同党 类似的事情非常之多 所以呢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能以今天美国的标准 来看60年以前中国的左右 那么此外呢 有任何一个群众运动啊 在实施中间啊 常常会被私人化 确实如此 就是说有一些右派分子 他就是因为那个支部书记对他看不惯 把他搞成了右派 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说 他内心深处呢 和这个支部书记的想法也差不多 那一类的事情很多 比如原来我们上海市委的一个宣传部长 叫陈宇 原来是总政的一个少将 他在文革中间打成 他在那个反右中间打成右派 不是他有什么右派言论 而是他和总政的主要领导搞不如 他的思想方法 是监制主张反右的 后来呢这个到了 当然也平了反 到了上海做了宣传部长 我们当时以为他会主张思想解放 结果发觉他是一个打左派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中国的政治运动啊 常常打一个政治运动 私人化的结果 好的 那么宋教授刚才指出了 这个中国的问题的确非常复杂 那么我们来请教金先生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呢 纠正了反右的一些问题 许多摘茂的右派呢 都感激灵涕 但是也有人开始呢 从体制和根本上来反思 自己受到这个迫害的这个原因 那金先生 您怎么解释这个右派人士 他们以后不同的情怀 以及反思自己苦难的 这个不同的这个视角呢 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 谈右派 左派这个问题啊 在 不是说今天 在当年 我觉得都并不重要 是不是啊 以资料和我们所了解的 当年这个反右运动的一些受害者 其实多数老实讲 也不是说 什么什么 这个左派或者是右派 他就是 很具体的嘛 对身边的 对国家的 看到一些 一些事情 是不良的 不正常的 提出 提出点意见嘛 对不对 那根本就还 上升不了 政治上面的 这个 按照政治学意义上面 来说的 这个左派 跟右派 当然 像 像什么 朱镕基啊 王蒙啊 这些人呢 当时他们已经是党员 的确是非常忠于党的 这些呢 你可以说 他当时是毫无二心的 不是非党反党的这样的人 但是我想一般的知识分子啊 跟他们这个情况还是不一样 就是看得不顺眼嘛 不对的 发两句牢骚嘛 提点意见嘛 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 他们不是反党 是不是啊 也更不是反共 所以这个根本问题在哪里 在毛泽东 他这个思想啊 他就是 共产党里面的 他是一种这个暴力派 他这个主张 其实这种主张 他就拿着 马克思的什么阶级斗争啊 来来夺取政权 一直推 推进到这个 文革嘛 一直到他死 是不是啊 最后造成全国性的一场浩劫 那就比反右要严重的多 是不是啊 所以到了已经危害到共产党本身的这个存在了 和很多人的权利跟利益呢 所以最后他们才才出来反对 好的 好的金先生 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呢 他们的这个见解都很深刻 我们的听众观众们 反应也非常热烈 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们等候在电话线上 我们还有许多网友的评论和问题 我们来不及读 有点可惜啊 明天呢 我们来继续纪念反右60周年 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讨论 好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 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 请大家谅解 感谢宋永玉教授和金钟先生参加节目讨论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 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继续纪念反右60周年 谈60年后 习近平还会不会发起新的反右运动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VOA卫视 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 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